哈喽大家好 嗯 就说一种 一往无前的精神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往无前你真爱他了 你真爱他你自然一往无前 比如说大家知道我学 嗯 我学会计的 转到会计去了 但是呢 我有懈怠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做到一往无前呢 因为你不爱他了 所以我我这几天呢 我审视了一下自己 我发现我我没有那么喜欢会计 不爱会计 但是呢 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是真学佛了 真爱佛了 至于会计 至于一些别的事物 比如说 嗯 你生活必须要的东西啊 或是一些别的东西什么的 他们是顺带的 你真学佛了 真爱佛了 这些东西都是顺带的 但你能够做到真学佛 真爱佛 或者是你真学什么 真爱某一项事业 你就能够一往无前了 加油